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10月30号 今天我还想讲一讲李克强三言两语 只说要害 关于李克强他的正确的定位 盖棺论定 他是一个什么角色 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在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人 但是他确实在努力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一个人 他努力想改变中国人做生意 利用这个市场经济 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就不是原汁原味的美国这样的自由企业 资本主义制度里面的那个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你得接受城管的打击 他要赶你 他要揍你 他要罚你的款 他可以 他罚你款的那个权力 你无法抗拒 共产党获得了至高无上 不受监督的权力 这个是中国的商人必须对面对的一个现实 那么在这么一个大的政治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 李克强努力想做一些 普及一些 推动一些市场经济的机制 包括搞地团经济 包括搞P2P 引用新的互联网家 促进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 都挣钱过好日子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现行体制下 这一个非常愚昧落后 反动的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利用市场机制 做的一些工作 确实 这个有大量的证据 也很多人在传他的这个讲话的直言片语 都是对的 都是应该的 当然这个效果 这个就不能说了 因为他不是一号人物 他是二号人物 那么上面一号人物是武达郎开店 那习近平基本上把 李克强所做的努力全部归零了 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那顺便把他的小命给他消灭了 所以李克强之死 死于习近平 这个具体的细节 我们还不能着急 得慢慢的等 让时间慢慢的把这些蛛丝马迹暴露出来 至于说 这个铁证 证明习近平 谋杀了李克强 这个铁证 这个紧密的逻辑链条 我们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到 所以 这个李克强之死的真相 会成为一个历史的遗案 就像宋教人 被刺杀一样 大家都知道是袁世凯干的 但是有没有铁证啊 没有 那怎么解释呢 首先第一它是个疑案 第二有大量的旁证 证明是袁世凯干的 只有用袁世凯作为刺杀 这个宋教人的元凶 才最容易解释所有的大量的这些疑问 那其他一些像后来的这些傻逼青年啊 他脑子乱掉了 后来这傻逼青年生长在 现代这个道德崩溃之后的这个社会 他就想出一些别的那些 什么这个啊 孙中山杀了宋教人 那就是扯鸡巴蛋了 纯粹扯鸡巴蛋 他是用现在道德崩溃的之后的这些道德 他假设110年前的那个时候的革命者 也他妈那么玩 那么玩那个孙中山是不可能玩成的吧 李克强这个 死亡的真相 真相在哪里啊 除非你现在立即消灭共产党 把共产党的档案全部解开 把上海啊 那个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人物啊 全部都公布出来 你去逐个队 你请一流的啊 这个侦探去找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现在当然还来得及嘛 问题是所有的相关人 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讲一点真相 为什么呢 那就是黑箱作业嘛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安排 这个制度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李克强他是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市场经济的积极推动者 他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效果要大打折扣 主要是我大郎开店这个习近平把他所有的做的努力全部都归零了啊 顺便把他的小命拿走了啊 这个我上一个视频讲的比较仔细啊 今天要讲一讲呢 就是说一大早起来我受到了一点感动啊 就是这个李克强的遗孀啊 程鸿女士啊发表了一篇诗歌 那一大早有人发给我 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 这首诗歌呢 他翻译的叫做我没有离去 我没有离去啊 他这个这个诗歌的韵呢 压在这个去啊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啊 哭泣去啊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离去 我是阳起的万里清风 我是白雪晶莹的光芒 我是阳光下成熟的麦穗 我是温柔的秋雨纷纷扬扬 我是夜幕中闪烁的星光 当你在晨曦中醒来时 我是盘旋的鸟飞舞直上啊 直上 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离去啊 这个后边这个用这个 我没有离去啊 作为这个诗的结尾啊 响应开篇的 那个第三句 我没有离去 相当不错 读了之后 一下啊 感动的我热泪都下来了 那么人家这个发表的时候 也说这是翻译的一首啊 英语的一首诗歌 我一看英文的诗歌 哦呀那感的呢 更感动啊 英语诗歌比他要通俗一些 啊 非常美 后来一查才发现 这个英语诗歌啊 是在英美 不仅在英国啊 而且在美国 大家都用啊 各种明信片啊 有有这首诗歌 英语的啊 而且在各种啊 葬礼上 葬礼上 追悼会上啊 不断的有人读这首诗歌 非常感人啊 英语他压的这个运呢 是呃是另外的运 压的运比他比中文的要好啊 人家是原作嘛 呃在台湾 那也有人在这个 我给大家看看 在台湾也有人 呃用这个用这首诗 那么台湾他受日本文化的影响 呃他实际上是从日日语借过来的啊 台湾这是有一个 啊 日本有一些歌手呢 把这首诗啊 化作千锋 翻译成化作千锋 是他的要害啊 啊 说台湾大概有一个政客吧 叫杨伟中啊 度假的时候突然去世了 他的家人在开追导会的时候呢 啊 就朗诵了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从 一看呢 他就是从这个日语翻成中文之后 在念的 请不要矗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没有离开 没有沉睡不行 我化作千锋 千缕微风 啊 这感动啊 很感动啊 日语 我看了一下 我调出日语的这个 翻译稿啊 啊 日语翻译的确实好 啊 他这个感情非常细腻 把原文的这个意境啊 啊 基本上挂住 而做了一点发挥 呃 其实中国人啊 也 中国大陆的吧 也有很多人议论这首诗 但是都是翻译的不咋个地 啊 都是这个业余选手翻的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一首满意的啊 翻就是没找到一首比这个啊 依这个啊 陈鸿女士的名义发表的这首更好的 我试着用计算机翻译 我发现计算机翻译的也很好 大家鼓励大家去啊 去搜一搜这个各种中文稿啊 如果有这个歌手会做曲的 哎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词呢 重新给他整一整 谱个曲 把它唱出来 啊 意境是非常优美的 关于这个这首诗在英语里面 到底作者是谁啊 现在还成为一个遗案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说1934年 1934年发表在某一个英语的诗歌杂志上 这个作者呢 是呃 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毕业的 学新闻的啊 他就在这个报社里工作 他这个一直投稿啊 在各种诗歌杂志上登 1934年 档案能找到 1934年是啊 一个女士啊 他发表的 这个能找到啊 也啊 当时的署名啊 标题啊 叫immortality immortality是不朽的意思啊 大体上啊 相当于咱们中文里面的那个 永垂不朽 是这个意思啊 immortality 但这个呢 有点太庄重了 老百姓家里死的人 开个追悼会 啊 桑里不可能用这个永垂不朽吧 啊 用咱们中文的这个永垂不朽 这个意境已经被政客给霸占了 这是政客用的一个专利啊 中国老百姓不用永垂不朽啊 用了有点不庄重啊 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死了 有什么永垂不朽的 对吧 你时不时的逢年过节啊 7月15 亲民节 你还记着给他烧点纸就行了 等你死了 这儿子这一代 女儿这一代死了 差不多就完了 别指望你死了之后 你的孙子孙女 外孙啊 这个外孙女还来给你 那第二代就不行了 第三代就不记得你了 所以说永垂不朽的话 普通老百姓不适合 所以在老美英语当中 他都是用第一句 用这首诗的第一句 Don'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就是你别站在我的坟前在那哭 别站在我的坟前 别跑到我的坟前来掉泪 为什么呢 我没有睡觉 我忙着很 就这个意思 我给大家用这个大白话来翻译一下这个意境啊 就是你别跑到我的坟前在这哭啊 没用啊 我忙得很啊 我忙得我干嘛去了 当你啊 春天是当你注意到春风吹在你的脸上的时候 那就是我呀 这个春呢 咱们中国人来叙述这个感情的话 讲春一定要讲夏春夏秋冬嘛 当夏天你听到那些知了 脸儿啊 蝉鸣的时候 那就是我 当秋天你看到 稻穗压低了啊 就低下了头 我就是让稻穗低头的那些阳光 这是原话说的 当你看到低垂的骨碎 我就是那些阳光 当你到了冬天的时候 当你看到冰雪反的那个光芒啊 那就是我 当你早晨起来匆匆忙忙 准备喝个咖啡啊 准备吃个早饭 准备撒泡尿 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你抬头一看 天空中盘旋不去的那些鸟 那就是我 当你走进深夜 抬头望星空的时候 你看到的星星那就是我 我忙得很 别在我的坟前在这哭 我没有死 我没死 这就是原 我这个除去夏天 我给他加了一句啊 当你夏天遭受那些知了缠名的骚扰的时候 那就是我 这个那就是我 是我给他加的啊 他原文当中为了他的何者押韵 他把夏天给忽略了 他只讲了春天的风 秋天的骨碎啊 冬天的冰雪的净银 那个净银反射的那个光 像钻石一样的那个净银 那就是我啊 这个意境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感人啊 而且关键是原文通俗易懂何者押韵 老百姓都爱用啊 所以应该是流行啊 这个很广 那么在东方 在日本啊 在台湾 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啊 宝石级的文化产品 他是追捧的 他这有翻译 有这个歌手 我调出这个日语啊 日本歌手唱的 据说流行很广啊 听了一下我没感觉 因为他是用美声唱法 我习惯的日语歌曲比较能打动我的 是用日本的语言 就是日本民族唱法 像那个北国之春这样的啊 像唱的那个星光啊 这就是日本的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啊 他自己的歌手用自己的那种民族唱法 特别能打动咱们华人 日本人用这个 美声唱法 我还没有听到一首好听的 他这首歌 有一个作曲家 普勒曲 一个男的唱的是美声唱法 不行 反正没打动我 也许你们叫出来的星人能打动你啊 我还没有听到一首歌 不信我的臭慕 比较能打动我 以后 准备 我的臭慕 是 对 我这个频道遭到油管内部的小粉红的设置各种障碍 有的人在私下来跟我联系他也不服 你搜这个 你比如说你到油管搜李克强 你搜李克强 出来的东西按照时间顺序 你找那个按时间顺序来排列 没有我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也不光我有这个现象 还有一些敏感人物 那也是这样 他是定点的打击一些他不喜欢的人 有的时候我试着搜这个程鸿名字也搜不出来 这可能新加进去的 按说李克强的这个遗孀啊 程鸿女士应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过去我都没注意到他有什么作品发表 据说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教授 也是学有所成 也是大概是很早一批 读的是洛阳外国语学院 那个是中共军方配养特务 配养监听 那个配养情报人员的地方 他后来大概是不愿意在解放军里面当特务 不愿意干那个 所以考了研究生到北京跟李总理当时的北大的这个团中央工作 到北京这个走了学术道路变成了一个学者 我相信今天这个老兄发给我的这个这个十根的异作不是他的 我我我怀疑他他会在这个时候冒着个头啊出来说啊这个李克强啊死的不明不白要求世界案那他怎么可能的他敢吗这个习近平应该立即做死他应该习近平既然都把习近平杀了啊这习近平既然能把李克强杀了那就那把程鸿顺边也杀了他习近平干的出来所以说程鸿应该是作为体制内混争的 这么多年的人作为李克强的夫人当然知道这个厉害所以说他不太可能发表这么一首诗歌而且这首诗歌以我的这个鉴定的话在文字上嗯这个还是嗯还在我这都过不了完如果我是杂志社的编辑这个投稿我得给他打过去你再改一改这个压运你做的还不够啊还得重新重新再加工但是这首诗歌在国际文学界 诗歌界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个名气特别大不是一般的大啊非常大啊所以有这个艺术再创造的空间哪一个中文的这个词曲作者啊啊把它改变成一首流行歌曲啊你可以光这一首歌也可以吃你的后半生了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啊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题材这个由于他的原文的意境特别特别好你们自己死了亲人的人啊当你思念你的亲人的时候那你结合着听这个 这首诗的这首诗你如果真正懂了这个意境的话你会瞬间被感动 所以这就是这个诗歌伟大的地方啊表达的这个意境非常非常的 和我们的这个心灵非常接近 所以说关于这个诗歌的作者呢原文诗歌的作者呢 说1934年那个女作者呢有人不服啊啊那个人是他出生在堪萨斯后来到了旧金山去工作 所以他的生活轨迹是在西海岸 那么有另外一个人啊包括陈红女士啊就是发表这个啊这个时候呢 他那个原文作者呢他数的名呢是另外一个人啊叫Mary Elizabeth Fry 这么一个女士这个女士我搜了一下这个是东海岸的人啊 这个人是就是我们马里兰州最大的海港城市巴尔地摩在这儿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没有诗歌的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作品 他就这么一首诗歌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他做的他做的呢他有另外一个说法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这首诗歌我1932年写的注意啊比那个正式发表的那个1934年 另外一个作者发表的要早早两年 那么为什么发表呢 是说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啊朋友有没有有心儿啊 那个朋友当时啊住在我家里边呃他是一个犹太女孩啊 他这个犹太女孩呢他有一天就跟我哭啊 说他他母亲在德国得病了啊得病他很想念他的母亲 但是又不敢回到德国去探望他的母亲 所以很很着急啊后来很快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这个女孩呢又跟他说 他说我的母亲死了我都不能回去奔个山啊 我练回到德国 站在母亲的坟前 哭的这个机会都没剥夺了 哎 这这句话就是我练 我甚至都不能回到我的祖国 德国 站在母亲的墓碑前面 哭 哭一把 我连这个机会都没都没有了 啊就这句话一下触动了这个这个作者这个玛丽啊 出触动了他的这个感觉 他说 他就那个意思说你你不要你不要指望到你母亲的墓碑前去去哭吧 你哭有什么用啊 就这个意思啊 哎 他就用这个啊 他就这个这个狮子灵感就来了啊 他就假设是这个女孩的母亲用他母亲的口气写了这么一一首诗这个灵感哗就来了说不要在我的坟前哭 啊 哭有啥用啊 哭有啥用是我家的啊 我很忙 我没有睡着啊 我在忙着呢啊 我我变成了春风 当你啊 走在户外 你感觉到有一千个风吹在你的脸上 那就是我 注意他原文当中是a thousand wind 就是有一千个风 啊 咱们中文里边 这个风应该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可数名词 这个英语当中的风是不是可数名词 我都表示怀疑 应该不是啊 风怎么数啊 吹了一个风 吹了第二个风 吹了一千个风 这个这个这个表达不对 但是他原文却是这么写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所以说春天 当你觉得风吹在你的脸上 那就是我啊 那就是我啊 我没走啊 我没睡着 我工作呢 我忙着呢 夏天他略过了啊 咱们可以给他加上一个夏天 那么秋天 到了秋天 你看到那个啊 已经成熟的那些古碎 啊 那个是是怎么成熟的 是阳光照射 光合作用 那就是我啊 我在工作 到了冬天 你看到遍地的冰雪 晶莹剔透 那些闪的光芒 那就是我 啊 别别在我的坟前哭 啊 我没死 就完了 当然还要说你早晨起来的时候 啊 你忙你的 然后你一抬头 你看你的上空 啊 有那个盘旋不去的鸟 那就是我 啊 当你入夜 你学着这个温总理 你到了啊 深夜 你走到户外 抬头一看 你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看到的星星 那就是我 哎呀 这感情特别的真挚 特别感人 就是因为他说的是人话 啊 咱们中国人现在为什么做不出诗了呀 你看到的文字都不是人话吧 都是挂言挂语啊 都是这个 都是英格废识 都不不能够表达人的感情 英格废识 听着像英语 闻着像臭带鱼 不是人话 咱们中文也有这样的东西 不说人话 不办人事 今天这个 我看到一个新闻 另外也 也让我这个 刺激了我 王毅不是现在在美国访问吗 那他终于见到了拜登总统 这就这两天的事啊 拜登总统首先跟他说 我听说李克强总理去世了 请转达 请转达我对他的慰问 对他的家人的慰问 这个是在英文的啊 白宫的这个网站上都公布出来了 你们现在都可以搜我啊 结果中国外交部的中文稿 根本就不把 拜登总统的这个慰问啊 翻译出来 根本没有中文稿里没有慰问 李克强 这个逝世这个事 相反 他改成了拜登总统 请求王毅转达对习近平的 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这个写在中文稿里了 这英文稿没有啊 所以你想什么呀 你想什么 你想 习近平缺啥 习近平缺慰问 所以你们要多问问习近平啊 多问问他的家人 他的母亲还在 多问问他的母亲 他命他宁愿让王毅给他编造 这个这个啊 人家拜登的新闻稿里 没说的那些内容 当然你说拜登 未未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的问问 也也符合外交惯例啊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李克强去世 全世界的媒体 各国的政要都在谈李克强去世 这个事啊 有机会见到了中国的代表 这个王毅 那当然要说嘛 请转达我对他的家人的问候 对中国人民的问候 中国人民可能觉得失去了李克强 68岁就死了啊 这么一个推动市场经济 做了不懈的努力 没有成功的人 没有成功是因为他的老板 习近平是武达郎开店 那他不允许 习近平要求朝相反的方向 回归文革 把社会主义 这个国营企业做大做强 把人民群众地摊给你打死 就是给你消灭 他要回归文革那个时候 习近平 你从这个方面能看出来 习近平对于中国人民 在各种场合 各种社交平台上 发自内心的用人话 说人话 动感情 纪念李克强是严令禁止的 你们搜索各个平台 都是官方说的那些屁话 套话 假大空的话 这个纪念李克强 如果说你真讲一些 能够感人的那些人话 来悼念李克强的话 那坚决不允许立即给你删掉 我试验过 我在一些聊天空间里 我试着讲讲这个李克强之死 讲讲我个人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看法 马上就有五毛 出来捣乱 你像这个clubhouse 有一个魏哥哥魏太监 那个傻逼 马上就说 李克强你讲这个合适吗 咱不是先扯淡吗 你怎么能讲这么严肃的政治话题呢 你这那是个不合适吗 房间主人马上复合他呀 这只是扯淡 就是中国人民 这个文化环境 微信微博 这个小红书也好 去你妈的tiktok也好 你要想发自内心的真情 表达你对李克强之死这个事的 真实的看法 绝对不允许给你删掉 剩下的全是ing fish 都是你妈的挂言挂语 都是都是都是屁话 都不是人话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语言的环境 来了这么多人啊 现在有一些人啊 借这个李克强这个事呢 做一些这个 就是批评李克强 就是说李克强是一个罪魁祸首啊 说李克强犯了这错误 这些批评呢 你要说他错呢 他也不错 但是不合时宜啊 这叫东萨下囚 就是冬天扇扇子 夏天穿球皮大衣 叫东萨下囚不合时宜 这个人啊 这个人刚刚去世啊 死者伟大嘛 对吧 你得表示一定的尊敬 另外我看这个赖建平啊 著名的写手赖建平在加拿大啊 这个老兄写了一篇长篇大论 历数 李克强的错误啊 这文章我看了啊 有人问我怎么看 这个我是李 这个是赖建平啊 赖建平是一个 他有点像谁呢 他有点像纽约时报的那个大牌写手 托马斯福利特曼 那个老兄 我给他有个对性 他是一流的写手 他的文笔很好 用词考究 但是三流的思想家 他没有脑子 你知道吧 赖建平就有这个毛病 文章写的很好 但是他忘了 他文章写的长篇大了 写的是 他把李克强 当成了习近平 那里边他批评李克强的那些词 用到习近平的身上就对了 为什么 这有一个责任问题吧 很多事 很多事 李克强的主张是对的 但是没法执行 李克强通过自己的学习 自己的认知 他的说错的话是完全对的 就这叫这是知识的层面 认识的层面 学习的层面 是对的 已经触摸到了真理真相 但是他没有办法付诸实践 这就是王阳明讲的 那个知情合一 你知就是认识 你的知识 你看到了中国农民 赚不到钱的障碍 下一步 你要让中国人民赚到钱 对吧 你得把那个障碍给他清除掉 这个第二步这叫做行 咱们中国人的困境 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 就是这个苏联体制在阻止人民发家致富 成为中国人民通过市场经济发家致富的一个半角石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那么李克强不是不想做他也认识的 但是他行动上做不到 做不到的主要障碍是习近平 就是因为习近平在阻挡李克强做到知情合一 所以李克强做不到知情合一 他做不到学而实习之不易悦乎 他乐不起来 他学到了 他没办法投入实践 郑老板 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么一个 社会制度之下的一个根本的困境 你不推翻共产党 你不把习近平消灭掉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挣脱这个苏联体制 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枷锁 所以这个赖建平那个文章写的是一气合成 读着很畅快 但是他应该把那个李克强那个名字给他替代成习近平 那就完全正确了 因为根本的障碍不在李克强那 李克强愿意让你通过市场机制 你去摆个摊吧 你去想办法搞个生意做一做 赚点钱吧 但是习近平不愿意啊 习近平他妈的要给你拉回文革 拉回社会主义那个老路上去 这就没办法了 这就没办法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李克强的遗憾 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死得窝囊 死得活得憋屈死得窝囊 这句话被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又原例啊 纽约时报在中国有一个记者 女记者叫原例 又写了一篇 关于李克强的这个文章就好多了 这是毕竟是中国人的脑子 他前面啊 纽约时报写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符文 我认真看了 我对于纽约时报的这个符文 啊这个复告啊 我有感情 所以我一看写的一般啊 触摆力写的 除了也是个老记者啊 当然他毕竟是外国人 他对于说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到底对于李克强这个事 咱们的心结在哪里 他他被抓住 他罗列了一些基本事实 但是这个文章没有灵魂 被这个女记者 纽约时报的女记者 袁丽女士给写出来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议论李克强啊 我们活着呢 我们活着呢 在到底当我们 你让我表达对李克强是怎么看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李克强的死 代表着我所思所想的那个发家致富 通过市场经济 通过我的劳动 赚取财富的机会没有了 习近平要把我拉回文革啊 这个我有点心里边过不去 我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感叹李克强之死 遗憾 实际上是遗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所想的这十年当中 李克强当总理的这十年当中 我们这个发家致富赚钱的机会 是怎么样一点点的被习近平给干掉的 就是这个正好是李克强 在过去十年当中 他的大权是怎么样 一点点的被习近平 各种小组 把他的权力给他抽空的 等于是篡夺了 国务院总理所应有的正常的权力 被习近平给夺走了 习近平交给他一些狗腿子在干 习近平在雇佣的一帮狗腿子 武大郎开店吗 用了一帮他妈的小矮人 在这运作中国的经济 那像这个李克强这样的真正理解中国经济 懂这个市场经济的真正的专家 真正的北大博士 靠边站了 而且在年龄很轻的情况下 把他作为团派给他代表人物给他给他开除了 就是不让他干了 退休了 强迫他提前退休 人家习近平用了一帮另外的小矮人 年纪还有更大的 你像张又霞那个岁数都更大了 完全违背了过去共产党的七上八下的这关 没问题 因为张又霞那个时候觉得 习近平觉得张又霞是他的哥们 现在听说张又霞也完蛋了 因为他的名字当中好像也带着个公 姓张的吧 姓张的不太可能在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班子里面长久盖下去 因为张 公常张 他犯了那个推卫图里面那个一个武士带着一把弓 这个犯忌讳 习近平最恨这些人 就怕这些人是推卫图里所预言的那个聚集反习势力的那个领袖 那个人有可能聚集民意 然后把习近平用某种方式把他干掉 至于用具体是什么方式咱不知道 我们无法预言未来 我们很难想象习近平是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这一天应该不远了 活的憋屈 死的窝囊 活的憋屈 死的窝囊 这个咱们中文表达 纽约时报的原理把它翻成英文 登在纽约时报上 纽约时报他同时这篇文章也出了中文版 大概是又通过翻译软件一翻译出来 那就是那就不是人话了 就没有这么精辟了 你们找这个文章可以看一看 李强也带工 所以李强现在就不好说 李强能不能坐满他的任期 不好说 如果不断的有人跑到习近平那说 李强也带工 你说一次 习近平可能不在乎 你说100次试一试 你看习近平在乎不在乎 当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 他那个最大的功臣李善长 就是这个问题 李善长跟他都皆为儿女亲家 最后不断有人跑到朱元璋的这个面前 去说李善长的坏话 说最后说的是越来越说 越来越就说他是谋反 参与胡文庸的谋反 一开始朱元璋不信 说不可能 我跟他是儿女亲家 而且我给他封了韩国公 他是个外姓封王封公封侯 最牛的 他是这么可能的 架不住天天说 不断有人跑到朱元璋那 最后朱元璋就信了吧 所以在李善长70多岁的时候 76岁的时候 以毛反罪 诛杀 而且灭三族 也死了100多人 老李家那一支就灭掉了 你怎么整 朱元璋当时所处的那个位置 和今天习近平所处的位置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制高权力 制高权力没关系 你像拜登也制高权力 他接受某种程度的权力制衡 接受某种程度的民意的监督 当年朱元璋就没有 你今天你监督监督习近平试一试 你到这个 百度贴吧里边 你到微博上贴一个 你想我想监督习近平 我认为习近平的姐姐齐悄悄 也有贪腐 有事实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能吗 江大华说 我又回来了 听了一圈海外自媒体 还是觉得宽哥有才 有才不敢当 我就是敢说点真话 我说的是真知着限 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 不是英格废史 不是听起来像英语 闻着像臭袋鱼 不是我不说这个挂言挂语 这个叫挂言挂语 我不说这个 现在中国官方的这些文本 他的文书命令 都是挂言挂语 都不是人话 我们中国人陷入挂言挂语的 深重灾难当中 中国5000年历史发明文字 也至少得有三四千年了 那我们的文字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被滥用 用来表达一些莫名其妙的 不是人话的 在我这说的基本都是人话 努力说到 让你的心灵有点小小的颤抖 如果我自己没有这样的颤抖 我自己不受感动的东西 我在这不会讲 所以今天讲到这首诗歌 国内有心人 用这个李克强的遗孀 陈宏教授的名义 发表的这首诗歌 我觉得感动了我 我这个中文对我感动 大概有50% 我一看英文感动80% 英文特别好 英文特别通俗 没有不认识的字 请这个 有来这么多人了 请提尖锐问题 老李在北一当了几年老师 四年 和李克强是不是也是广义的校友 那不敢的 人家地位太高了 我跟人家攀不上 第一人家年纪比我大 第二人家早 第三我跟他没有任何交集 我去的时候他早就离开了 第四人家地位 跟我太远 我想跟人打个电话 永远打不通 所以咱们不攀这个高枝 没关系 我跟他没关系 我讲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一个老百姓 真正关心我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通过李克强之死 我们看不懂的一些迷雾 穿破这些迷雾 努力看到一点他死亡的真相 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里边有他本人的错误 我上一个视频讲到了 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他自己犯了两大 就是他这个地利 在上海对他是来讲 这是一个微城不入 对他来讲是个危险的城市 不能去 微邦布局 孔子讲微邦布局 邦是一个国家 这个地方很危险 我不能在这居住 我得把他赶快论掉 赶快移民离开了 此处不留爷 还有留爷处 赶快移民 赶快留学跑掉了 算了 但是他不懂 他犯了这个机会 上海不应该去 这是第一 第二 去了之后 你得知道 那的人对你是真的爱惜你 尊重你 保护你呢 还是都想害你 拿着你的人头到习近平那去 请功领赏 你这个上海是 我反复讲 上海是习近平的狗腿子控制的地方 这个李克强 他当然懂了 那懂你干嘛还去上海呢 所以这个实际上 李克强为什么去的上海 以什么借口去的上海 这现在应该是一个谜 注意啊 这个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发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启用了一个新的用法 他说李克强到上海是休息 也就是到那里去睡觉去了 去休息去了 休息是指的正常人 我无病无灾 我就是有点累 我刚爬完了泰山 刚爬完了庐山 我身体有点亏空 我想休息 不做任何活 每天懒晒晒的躺在沙发上 这叫正常人的休息 对吧 没说他有病 再说了 休息干嘛去上海 全中国好地方多的是 我的老家安徽 那么多可以休息的地方 找一个山清水秀 没有人安全 好吃好喝的 对吧 没有人打扰 享受大自然的滋润 那才是真正的休息 所以说到上海那个地方去休息 这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引擎 他一定是在这撒谎 那这个中央电视台启用 休息一个退休的领导人 身体身体没毛病啊 大家都知道8月30号 视频流露出来 李克强在敦煌 他很好啊 他身体非常好啊 干嘛到上海这个闹市去休息啊 对吧 另外我上一个视频分析到一个要汉 就李克强自己没有大量的钱 谁给我打赏啊 吴婷你回去跟你老公商量商量 谢谢谢谢啊 就说如果李克强啊 像那个人家习近平这样啊 起桥子上有的是钱 我去上海休息也可以 但是我一定要住在最好的宾馆里边 你注意不是中国人能控制的 是外国国际知名品牌开的那个饭店里边啊 他那个宾馆我住那里边啊 起码 不太可能中共的特工或者习近平的人跑到谢尔顿饭店把我给杀了吧 那个谢尔顿饭店的那个监控系统 那玩意儿那个谁能控制啊 我估计谢尔顿饭店的那个监控录像 恐怕也不是他们完全自配 可能也是上海市公安局或者是 这个中央警卫局他们控制啊 这个反正咱就不细究了 反正如果我不差钱 我在中国我绝对不会住中国政府开的饭店 我肯定要住外国人开的饭店 这个基本概念大家有吧 那当然了 外国的饭店可能比较贵 那就看你差不差这点钱了 所以这个 这个李克强 绝对没有防备他身边跟他打交道的人 早就是习近平的狗腿子 这个基本事实 这就犯的了人和 他没有注重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 至于天时咱们就不分析了 天时其实对他也不利 天时不利 主要是现在习近平的压力太大 习近平接受的国际上的压力 国际的挑战太大 习近平现在明显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之中 习近平用的这些小矮人没有一个种经济的 中国的经济根本就谁都救不了 你请神仙来都救不了中国的经济 你怎么办 很多事都已经太晚了 来不及了 安徽人民够意思 安徽人民够意思 北京人民也很了不起 这个李克强的尸体在北京西郊机场下飞机 装上那个客车 拉进北京城的时候 走到四环路那个地方 据说是交通管制 这个交通管制的时候呢 有好几万辆车在那等着 结果后来这个都在鸣喇叭 整个北京城又又给惊动了 所以这个北京人民还是有感情的 河南人民也很了不起 河南人民还有人到郑州去给他献个花 我也觉得 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自己看到的屏幕 之后至少得有十分钟 这莫名其妙啊 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这么 这么滞后 谢谢大家 这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你们有没有尖锐问题 廖南的杨说 朱元璋安徽起家的 对 朱元璋安徽 他的老家是安徽凤阳 李克强的父亲好像当过凤阳的县委书记吧 实际上李克强的老家定远县 出了很多人 当年定远县在明朝 在元朝末年 定远出了很多 跟着朱元璋闹革命造反的人 后来当了大官 出了很多呀 你看你读历史 你读到明朝历史 明朝中叶出了一个抗沃名将 七级光 这个七级光这个人 我过去老的观念啊 老觉得七级光是我们山董任 他是山董任没错 山东威海啊 还是山东蓬莱啊 反正山东那个焦东那边的 后来仔细一查你才发现 七级光的老家就是安徽定远 就是因为七级光的祖先跟着朱元璋闹革命成功了 相当于成为老红军了 后来封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就封他做这个蓬莱这个地方的大概千户吧 就是蓬莱这边有一千户农民养着你啊 你呢就是负责管这个蓬莱这边的住房 就是相当于一个蓬莱军区司令员就这么一个官 所以七级光从他这还可以实习的 就有点像中共啊 后来这个结班制度啊 就是他一代一代的你的子女也可以当这个官 所以传到七级光这一代呢 他这个家族里面就是喜欢研究兵书啊 研究战争啊 他就爱好这个吧 哎 七级光最后派上用场了 到七级光这时候 他最后啊搞出一套兵法来 在抗卧啊 这个过程中 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这个现在拍的电视剧来看的话 那七级光太神了 八战八胜啊 打得握扣屁滚尿流 但是明朝的历史 留下的历史也都是不靠谱的 那应该大家看的时候呢 得得给他打个折扣 明朝和清朝 有一个东西我最近悟透了 其实明朝灭亡的时候啊 由于皇帝突然灭亡 他没把紫禁城放一把火 给他烧掉 他对于后来李自成 和满清这些人啊 来占领紫禁城 他是有贡献的 你正常的话 你像我都想上吊自杀了 我自杀的心都有了 我还给你留这么一座美轮美奂的紫禁城啊 我得让太监发把火把的烧了再说 对吧 我鱼死网破 以今天习近平的这个心呢 他得把中国毁掉 把中国人民绑架 绑上战车 然后我把这个刹车给他拆了啊 上高速公路 这是习近平的心态 他宁愿把中国人民的经济给你搞垮了啊 让你们都吃不上饭 让你们都回到文革时代 重新啊 搞社会主义啊 集体经济啊 恢复大锅饭 恢复布票 粮票 这是习近平的搞法啊 他把江山毁掉啊 你回江山是我们老习家的嘛啊 他是这么个心态 人家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时候 没有这么干 那那个梅山是在紫禁城之外的 大家知道吧 你们到北京找找那个梅山 梅山是在那个啊 在那个他可以出来紫禁城 当时还牵着马过来的啊 是坐着轿还是牵着马啊 一个小太监跟着他到了梅山啊 找了一个歪脖子树掉死了啊 这个把紫禁城让出来啊 给给你李自成来 你你要吧 你玩吧 你你用吧 我不用了啊 后来李自成也走的时候也没有烧掉 留给了满清的人 这就是今天的紫禁城 当然后来他们有扩建的啊 这个这个清朝做了扩建 把这个原来的紫禁城规模又扩大了 一倍都不止吧 把这个啊 这个扩建了 但是啊 大家记住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明朝灭亡的时候 明朝的社会是有大量的财富的 那这个满清这帮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减了个大便宜 那咱从这个就接了个好盘 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中国历史教科书里不写的啊 就是比较中国人比较固执 比较愚昧 他不敢讲真相 明朝的时候赶上了世界大潮流是什么呀 世界大潮流是航海大发现 发现了美洲 美洲在南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 金矿和银矿 而碰巧明朝是用银子做货币 就是流通当中 做个生意 做个交易 都是用银子 当时明朝的银子相当于今天的美元 而明朝就是用 用这个银子做本币 他这个办法碰巧 把美洲发现的银子的大概一大半 都给吸引到明朝 跑哪去了 很多是在民间嘛 就是在商人手里 在老百姓手里边 这个银子和人民币差别是什么呀 银子是永远存在的 跑不了 今天共产党也有 印了很多货币 很多人手上拥有大量的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由于没有银子 或者金子 做后盾 所以中共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人民币呀 这个东西可以瞬间 说归零有点夸大呀 可以可以缩水一百倍一千倍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溃败的时候就出现过 这个纸币又叫法币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完全是靠政府的信誉做担保 信誉看不见摸不着 你这个社会制度比较落后 比较愚昧 比较反动 比较违背市场规律的话 你的信誉就很低 中国政府的信誉非常低 说话不算数 今天的规定 李克强一个规定说你们可以开一个书店 北京开一个书店24小时不打烊 上海反着干 非得把这开书店老板全给你搞的破惨 你像那个鱼鸟这样的 在上海他都活不下去 他跑到美国弗洛利达来 这个故事我估计中文 中国大陆文体根本就不敢报 为什么呀 这就是跟上海社会领导 他就是为了跟李克强对着干嘛 这些事 我领导是一看就豁然开朗 哇靠 中国社会的财富 以人民币形式做交易的那些所谓的财富 都是非常危险的 什么东西安全啊 金子银子 古董古董不知道 我不会玩古董 我不懂啊 古董也可能也可能 这个不好说啊 怎么不懂的东西咱不敢乱说啊 房子呢 房子也不好说 就是回到说明朝 明朝 他的特殊的位置正好是用银子 做这个货币 做交易的货币 把每周发现的大量的银子 全给吸过来了 成为一个相当一个吸银子的一个储蓄池 所以清朝接盘的那个中原这个地方 民间是存在着大量的财富的 就是以银子为代表的财富 所以清朝很快就进入康乾盛世嘛 过去我们解释啊 我们的解释 清朝 把汉族人杀了一批之后 把造反的全部给扑灭 经济就上来了 人口大增 当时解释是说呢 从美洲传出来的这些 农作物 可以高产 像玉米土豆地瓜南瓜这些 这些东西 所以可以养活人 所以导致人口增降 这是一个方面 其实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社会本身它就不穷 它有富裕 这个水很快就流动起来 银子进入流通领域 马上经济活动就起来了 它不缺钱 这是清朝 当年清朝的统治者 可能也不一定懂 在过去这两三百年 中国人叙述明清历史的时候 很少有人讲到银子的作用 这个是全人类 主要是欧洲人 进入大航海时代 发现了美洲 找到了大量的银子 那银子干什么用啊 哎呦 我怎么把它送到东方去啊 东方人最爱银子啊 比如咱们挖出100斤银子了 这个100斤银子 我们把它运到欧洲 运到西班牙 运到英国 葡萄牙 德国值值多少多少钱 然后说有人说 你把他运到东方去 然后你能翻倍 价值翻倍 所以这个贸易 在明清之间的这个 和东方的贸易非常大 所以他们到东方来 带着银子来干什么呀 买茶叶啊 买瓷器啊 买丝绸啊 这个贸易是很大的 在明朝 长时间这个国际贸易 这个这个东海岸的这个贸易 是受打击的 打击他们的旅游 借口就是抗沃 他们给人扣了个帽子 说沃扣 这个就出来契机光 这个英雄 后来清朝也 也坚持海进 所以说在长时间里面 中原这个地方 跟西方的贸易 是以非法形式 是以走私的形式进行的 这个事实 我们中国人叙述历史的时候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讲 现在慢慢的有个别人 有一些英语比较好的 能够看到外国文献的 开始采纳这个观点 那 行 我今天抛砖引玉 先讲到这儿吧 没有尖锐问题的话 我们 我们先 呦 又有人提问啊 好 江小英说 房子最不靠谱 全部缩水 房子有一个交易问题 就是房子盖的太多了 中共这些贪官啊 中共各级的这些官僚啊 他们是贪得无厌啊 他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 通过可以卖土地 拍卖土地 可以瞬间获取大量的资金 全国各地 123456 各线城市都在搞建设 盖了很多楼 盖的楼太多了 根本住不了 你怎么整啊 这么多烂尾楼 我看到的视频 整个一个小区啊 20多座大高楼 都是三四层大高楼 比赛把它炸掉 太可惜了 你想这个多大的浪费啊 这个东西连带把中国的这个银行系统给它搞烂掉了 加州理财师说 无尊友死亡 更离友关系 更离友会有什么关系呢 无尊友不是这个 相当于中国的夫妻啊 相当于中国CDC的这个主任吧 跟我同岁60岁 死掉了 无尊友也不开追悼会了 家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宣传的 低调处理就算了 注意啊 李克强的这个追悼会是不开了 不让开 而且外国领导人给李克强发宴电 也许一律不接待 习近平对李克强这个事是做得非常绝啊 不仅绝情 而且违背人性 销毁证据是 杰森说影帝爱惜自己的羽毛 从8964走过来的 什么知道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还是有底线的 温家宝是最会玩的 温家宝这个玩法 在共产党这个制度之下 他这个玩法呢 记捞了名声 注意啊 他名声很好 他是不是还讲那个 讲一些政治上的发言 经济改革 如果不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话 那么我们在经济改革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 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他能说这样的话 这话是对的 我们今天感叹李克强之死 以及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其实就在实践 温家宝总理所讲的这个预言 好像预言成真 马上就要成真 可是人家温家宝可是没少赚钱啊 沈栋先生和沈栋夫妇 就是他们老温家的这个白手套 他不他不他不缺钱 就温总理如果说非得去上海 去休息的话 他肯定住谢尔顿 六星级七星级的谢尔顿 那他不差这个钱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这钱还能干什么用 还不注意住上海最好的宾馆 外国外国人开的那个宾馆 李克强没这个钱 你看他那个烂腰带 唐诗三拍手说 别人说温家宝是影帝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善莫大烟 新中国各个总理除了李鹏 我感觉都是有很多人爱戴的 你说有人爱戴温总理有可能 因为温总理你从他的公开的这个表演出来的 你能看到的这些画面 讲话来讲 你也确实找不到他说哪句话是错的 他比朱镕基水平高 注意温家宝比朱镕基水平高 朱镕基说那个右派打成 把他打成右派是他妈 打他这是爱 把他妈的阶级斗争 阶级迫害 说成母爱 这个太丢人了 这个是给清华大学丢人了 这个朱镕基 廖级的阳说 北京人民六四后对政治失望了 不可能失望 中国人民 只有说你对政治的兴趣能不能压抑的住 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政治 是失望不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直接决定你的生死存亡 你怎么能不惯性啊 抓紧提一些尖锐问题 让我回答一下 David李说 温影帝也就嘴上做做样子 是啊 是啊 这就是一个制度设置的障碍 你能不能克服的问题 没有人能克服这个制度障碍 只有习近平可以 如果习近平有一天意识到 是中国现在的这个苏联体制 这个社和制度 把它变成了一个人民群众的小丑 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小丑 他要想挣脱这个宿命的话 那得多听听我的视频了 那可以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废除共产党 解散共产党 与民约法重新修宪 把实权交出来 跟中国人民 跟中国人民的代表 三千个县委书记 跟李文官这样的人 换取一个宪法的保证 一个绝对的最高的法律的保证 保证你的安全 保证不枪毙习近平 不清算习近平的历史罪恶 这样的话 他把实权交出来 我们中国人民通过选票 选出最高领导人 但是真正搞民主了 那国家实行 这个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 司法透明 人民有言论自由 人民可以监督政府 不许政府 互作非为 保障人权 这事都可以做了 但这个事的最大的障碍 是在习近平这儿 如果习近平这个脑筋 赚不过弯来 他还保持一个愚昧的状态 他还迷信毛泽东 那这个魔鬼 那就完了 那我们中国人 所有的人都是李克强的命运 都不得好死 都很麻烦 愚人视觉说 李克强是所有中国总理中 最有才华的 怀才不遇 只能无奈 你要说 这个李克强最有才华的 这个我承认 这第一个判断是 说他怀才不遇 我不太同意 因为这个用词不当 他都当了国务院总理了 还怀才不遇啊 就好像诸葛亮 都已经当了刘备的 军事了 你还说 诸葛亮这个怀才不遇 这个用词不当啊 只能说他命比较苦 碰上了 这个3000年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这么一个昏君 无法施展他的才能 最后连命都没保住 行 谢谢大家 再见 先聊到这儿 等一下 不止 有问题